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遇持尽得 侯军及五人并攻第一 唐太宗李世明即位后 房玄陵为中书令 贞观三年 629年 2月为尚书左仆社 贞观十一年 637年 封梁国公 贞观十六年 642年 7月禁位司空 仍宗李朝政 贞观22年 7月念四鬼卯日 648年8月18日 房玄陵并逝 适文昭 追赠太尉 唐高宗永辉三年 玄陵次子房一爱与其七羔羊公主被指谋反 一爱被处死 公主被赐自尽 朱子被发配留放到灵表 玄陵次子移植也被连累 被贬为同灵位 房玄陵佩想太妙的待遇也因而被停止 因房玄陵善谋 而杜如慧处世果断 因此人称 房谋杜断 后世以他和杜如慧为良相的典范 何称房 杜 新唐书 本传对房的评价是 玄陵当国 素叶琴强 任功节节 不欲一物失所 无貌记 闻人善 若极有之 明达立志 而原是以文雅 一法处令 物为宽平 不以己常妄人 取人不求备 虽卑贱皆得尽所能 或已是备让 必欺赏请罪 未体 事若无所容 评价 唐朝使官柳方平 玄陵左太宗定天下 即忠相畏 凡三十二年 天下好为贤相 然无计可循 得意质疑 故太宗定霍乱而防 杜不严功 王 为善见证而防 杜让其贤 应 为善降兵而防 杜行其道 礼至太平 善归人主 为唐宗臣 仪在 集贯争议 唐人牧制所称某地人 多指俊旺所在 故防玄陵牧制依卿和房氏俊旺 称其清禾郡县人也 关于防玄陵故乡 籍贯所在 多有争议 有经济南 资博两说 清禾房氏 认为防玄陵是金天灵资人 根据是唐书 中防玄陵是齐州灵资人的记载 如 第六版 慈海 防字防玄陵条就认为 是其为金资博氏灵资区北人 慈海 583页 认为防玄陵是济南人 根据是新唐书 宰相是戏表 记载 防玄陵的祖先隋慕容得南迁 应居济南 理由是隋唐的齐州 并非捍卫时的齐郡 而是济南郡所在地 隋朝末期 济南郡一带 曾一度改称林资郡 所以 唐书 说他是齐州林资人 著作 防玄陵兼修了二十四史之一的 禁书 亦是 唐太宗曾赐给防玄陵美女 防玄陵多次拒绝不接受 唐太宗于是让长孙皇后 召见卢夫人告知 应切如今是有常规制度的 而且 防玄陵年纪已大 唐太宗想要有所优待 卢夫人心智专一 坚定不答应 唐太宗派人对他说 如果这样 你是要不妒忌而生 还是妒忌而死 卢夫人回答说 宁愿妒忌而死 唐太宗于是派人倒毒酒给卢夫人 说 如果这样 可以喝下这毒酒 卢夫人一饮而尽 没有任何无理阻挠 唐太宗说 我尚且都畏惧如此女子 何况防玄陵 其他 防玄陵和李玄道是亲戚 旧唐书和新唐书 记载防玄陵是李玄道的表外声 资质通鉴 则记载李玄道是防玄陵的表外声 防玄陵碑 全称 大唐顾尚书左仆社司空太子太父上 驻国赠太尉宾州都督 梁文昭公之碑文 现位于陕西李泉县昭陵博物馆 宋赵明成 金石鹿 云 防玄陵碑 其后提修国史和南宫 而名姓残缺者 楚岁良也 楚岁良在永辉三年 652年 争败吏部尚书 同中书门下三品 兼修国史 则可推之防玄陵碑 立于永辉三年之内 好了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